蜜花白饭树 蜜花白饭树又名白饭树 是大几棵白饭树属之落叶灌木 别名蜜花叶底株、狗牙兹、鱼眼目、雀饭树、台湾瓜达子、雷公饭、白头鹅兹树等 原产于热带非洲、马来西亚、印度、菲律宾、台湾及华南 台湾的白饭树是台湾原生种 台湾全岛地中海拔的干燥刺生林、河床及郊野路航 尤其是中、南部更常见 果实未雪白色的硕果、壮似范粒一生鱼之条上 因此得名为白饭树 是一种全株可入药的中药药材 它的叶子为丹叶护生、叶片浸纸至长椭圆状到卵形至椭圆形 出下开花、开花的枝条下垂、花很小但密集 雌花与雄花一株 雄花多数促生、雌花则为三至五朵促生 果实有两种 其一较味细小、绿色、质地干燥 其二较味肥大、多姜多汁、球形、蜀果为白色 有种子三至六粒 成熟的果实可洗净生食或腌自存放 白饭树下垂的枝条结满白色胖胖的圆形果实 看起来非常特殊形物 也是一种园艺上常见的棺果植物 白饭树的果实也是鸟类喜欢的食物 因此当白饭树的果实成熟时 常可见到成群的白头温或绿秀眼来抢时 种子便可借助这些鸟类来传播 最常用的繁殖方式未迁插法 春天迁插隔年便可开花结果